銀主盆浪潮沒完沒了 上週五公佈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是時候 跌至159.76點 事預五年新低 單計今年首十一個月 樓價以下跌近百分之十五 意味今年選用高城數案揭入市的市民 或已跌入負資產 除了二手樓外 隨著銀主盆數量升至二百三十貨 在創十三年新高 近期部分銀行已開始將手上銀主盆降價給客 目前全港約有三成銀主盆減價求售 叫價最高減予二成 銀主盆減價追回樓價跌幅 中原地產住宅部總裁陳永杰表示 加息及疫情影響下 銀主盆數量惡化跡象 但未見太急速 為中原城市領先指數以由去年歷史高位 累跌百分之十六點五 擔心樓價如繼續下跌 若跌足三成的話 銀主盆數量或會出現複息增長 升至近一千個水平 再度呼籲政府適時審視樓市辣椒 對於銀主盆減價求售 陳永杰稱 銀主減價指示追回樓價跌幅 都怕賣不去 據中原地產獲銀主委託的放盆作統計 11月新增約31貨銀主盆 與10月新增約23貨比較 單月急增近九成 為今年3月新增約33貨後最多 再扣除賣出銀主盆後 截至11月底 全港放售中的銀主盆數量增至約230貨 再創2009年4月錄得約249貨後的13年新高 與去年同期約124貨比較 按年升級近九成 直逼2008年金融海嘯 2008年金融海嘯後 本港銀主盆數量曾升至近320貨 以銀主放盆叫價計 上述230間銀主盆總值余34億元 住宅佔約27億元 其餘為工商鋪等非住宅物業 住宅銀主貨叫價 74萬至1.68億元 當中約193貨屬住宅銀主盆 世價流成為銀行收樓重災區 其中近七成是叫價低於1000萬元的中小型住宅 約案地區劃分元朗城全港最多銀主盆地區 共17間 涉及屋縣包括嘉湖山莊 上月 映魚 以聯及圓竹等 之後是張軍路及屯門 各有15及11間銀主盆放售 近期二手市場出現減價及涉量潮 銀主盆為求出貨 也開始面對現實減價搶客 據統計 該批放售住宅銀主盆中 多達65貨近日減價求售 佔整體住宅銀主盆逾三成 減價盆比例之高算是近年少見 減幅介乎3%至21%不等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更成為銀主出貨策略 增加佣金激勵代理落力促銷 減幅最大的一間銀主盆 為西貢西沙路西徑地下 連花園村屋單位 實用面積694方尺 銀主上月營叫價655萬元 現減至520萬元求售 減幅21% 拆價7493元 大埔比華麗山別墅溫沙道洋房 實用面積2565方尺 銀主叫價 亦由3208萬減至2700萬元 九龍灣淘大花園 二座一間銀主盆 面積390方尺 今年9月放盆叫價630萬元 尺價16154元 由於裝修肉為殘舊 加上屋苑近月不斷出現拍價成交 價錢屢創新低 並連環跌穿400萬元 上月平均尺價低見13968元 銀主中面對現實 近日將叫價調低70萬至560萬元 尺價14359元 減幅於一成 銀主盆減價奏效 11月市場錄得約17宗銀主盆成交 交10月約7宗增加1.4倍 至今年5月錄得約24宗後 銀主盆交頭旺聚一個月 其中香港仔中心外座高層二室 703方尺 原叫價1100萬元 減價逾100萬元後 以968萬元沽出 測價13770元 再加上 1 2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